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吗 师父去过西国吗 愿不愿意 与我一起去逛逛 兜兜转转人间难闪起 还是你 若能牵你的手 有真身回望还是好风景 忽而他遇见你多好命 可已撑直你了 照顾他本来就是我的少女 并不是少人所逗 想如师父出什么事的话 那我给你背一口棺材 谁是尹将军啊 是不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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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好怕怕呀 飞过来啊 住手 你们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 哎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倒是仗义 可惜是个草包 给我打 你不会五光 找西温快跑吧 不会五光 你可以打我师父啊 快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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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明是带着那女的麻烦 我见你才打你一次 太痛快了 原来当爵士高手是这种感觉啊 师父武功盖世 徒弟佩服 你就别取下我了 那个 我请领喝酒啊 走 这儿的酒挺不错的 你尝尝 果然好酒 识货呀 干杯 你看 你个姑娘家成何体统 这太不像话了 这成何体统 看什么看 再看眼珠子挖出来当下酒菜 喝酒就这样才痛快 对吧 来 认识公子真是三生有幸 不过 听你口音 不像京城的啊 好新日怎么也回京城了 最近赶回来 今天真是太痛快了 三两下就把那些家伙 打了个落花六树 像公子这般武艺如此高强的人 实数少见 像姑娘这般狭裔又貌美的女子 也实数少见 公子师出何门 师从何人 这些招式学了多久啊 小姐 我可算逮着你了 小姐 完了完了 怎么知道这里来了 抱 抱歉 我还有点事赶日再去 小姐 看什么看啊 再看把你亚洲都挖出来 让你看个够 也罢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身材干巴巴的 可以走了啊 小子 你当我什么人啊 信不信我把你 是你啊 你怎么会在平洋啊 姑娘如此闯我包房 还退去衣衫 假装认识我 不是主意语我 那就是先人跳了 别看在下这副样子 在下也是挑的 走吧 你 你过来 你帮帮坐在这儿挡住我 好 你 你快带我上去 别操我桌子呀 大碍不颜心 来 快点 哎呀 好久不见呀 给我搜 让我仔细一下 让我平衡 我也不过 让我来 一起来 好 你快走 你快走 是啊 你快走 你快走 快走 你快走 你快走 他快走 他快走 我快走 他快走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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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谢谢你 咱们 这么巧啊 又遇见了 在下 嘘 方先循 终于走了 此事说来话长 好徒弟 每次都是你江湖救急 徒弟荣幸 敢问师父方明 师父住在哪里 好说 在下博琴馆闻人静 改日真的得好好请你一顿 好 都顶紧啊 别让他都流跑了 这个刘湛真难缠 刚才那个人叫刘湛啊 是你仇家 何止是仇家 我要让这个坑蒙拐骗的家伙 带着他的阴书狗滚出平遙 但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 这么多人围着我要怎么出去啊 师父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徒弟 要不你再帮我一次啊 师父开口了 那徒弟 你肯定在所不辞了 毒瘤 给我追 给我抓住他 没想到我徒儿身材这么好 没多看了也真是可惜了 师父 好徒儿 原本看您武功高强 我以为你是江湖大侠 没想到你竟然是平洋冰人协会会长 以后可得仰仗方会长了 你还好意思说 你想想 你都敲我几顿久了啊 今日咱们 必须一一把他实现了 我们家这馆长脾气坏得很 你大人不计小人挂 看得出来脾气坏得很 怎么样 要不要帮你教训他一顿 那倒不必 以我的聪明才智呢 不正于收起 就是 他手里有几个单 我想 眼神不小啊 是想攒单子 当上特寄一品梅是吧 就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对了 也不看看我是谁 跟我走吧 对啊 你是会长 单子肯定多 等等我 青楼怕不怕呀 慢走啊 只看姑娘不够漂亮 我们百花楼可不计带女客 女装大老啊 师兄师兄 来这里的宾客 谁还没个爱好呢 姑娘们 接客了啊 来啊 来啊 给我最好的包房 最好的酒 好嘞 这就是传说中的 西伯花魁啊 不得了 一拼一笑 都涉人心魄呀 我看女子都爱善毒 唯独师父别去一个 偏见 如此冒昧 心上还来不及 怎么会妒忌呢 倒是你 看到如此花魁 看都不看 真是没品味 我只是觉得 师父比这花魁 好看多了 徒儿养工真是不凡 可谓是一模一样 住手 谁喊哪 谁喊哪 是我 还有我 给我打 给我打 徒弟 上 你说的柳瞻那单就是他呀 说实话 我也是不敢知道 要让这么漂亮一个姑娘 介绍给这个混蛋 那岂不是害了人家姑娘吗 那师父的意思是 宁差时装婚不成一念缘 若让好好一个姑娘 栽在这次手里 真是作孽 不过听闻 承担住的大都是穷苦人家 像洪忠这种浪荡子 怎么会想要娶一个 穷苦出身的女子呢 此时有蹊跷 只能亲自问她了 好吧 倒是要睡到什么时候 你们俩谁啊 这位是 薄秦馆的兵人 柳馆长的好朋友 在下受柳馆长之托 特意前来处理 红公子与屈姑娘的亲事 柳瞻这次竟然敢推脱 此言差矣 这位可是平娘兵人协会会长 有他相助 红公子的亲事 定然可以 卧能卧失啊 新来的是吧 对呀 看这有点燕瘦 红公子考虑得怎么样 行行行 答答 会长就会长 只要你们把事办了就行 别拖时间 赶紧把曲流云搞定过门 不然的话 老头的家臣 我就继承不了了 还有你们俩 一个字也别想拿到 原来如此 所以就是 红忠必须先成亲 才可以继承家业 于是他就找到了比较听话 正好与他八字相合的曲流云 不过就他这副德行 曲姑娘嫁过去 还没有好日子过 嗯 我也觉得此举 是害了那位姑娘 那咱们要不 就不帮那个红忠说美了吧 去 当然要去 而且要好好说上一番 那个师傅 陆馆长平常对你怎么样 那可真是太好了 什么脏糊累活都让我干 说什么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我苦倒是苦了 他就是不将大任于我 你说可不可苦 那我就放心了 他折腾我 你就放心了 你就是这么心疼你师傅的呀 是土而食言了 走 咱们去买桂花糕 向你赔贼 知道师傅喜欢吃桂花糕 三分 四分 来 我还有一个这个 老张拿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个去柳云有古怪 也对 哪个姑娘会赌上自己 一辈子的幸福 不是 她首先有长链剑的人 才有得厚钱 而且她说话的期间 母亲一直在咳嗽 她丝毫没有要关注的意思 她家的狗链明明是个活节 却是人为高开的 说明她家根本就没有养够 那就是说 这个曲柳云不是古怪 而是她根本就不是曲柳云 那真正的曲柳云可能会有危险 咱们快去看看 别一天到晚给我绝食 我警告你 顺顺利利给我活到大婚结束 不然我杀了曲柳云 让你们母女在阴间图住 她不是曲柳云吗 她不是曲柳云吗 明明长得一样啊 师父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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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情都安好 绿儿为谁逃 她花枝头笑 一直春水吹开了姑娘眉梢 心的美风雨伤 花多知多少 青梅竹马在爱那天 和你老 墨镜上花了 褪色的眼老 一只相思 落尽又圈与花 和画上长得一模一样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难道是 赶出去 师父守在门外 干吗呢 你为什么不把她送去官府啊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的 可是 可是什么 我师父 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不问就不问 你要问的话 我对你的疑问 三天三夜都问不关 我师父生气 怎么也那么可爱啊 老青 你是来找人的 小二 喊你呢 把毛巾给我换条新的 是 我叫你呢 女流氓 女流氓 是 是 那你流氓呢 好 谢谢啊 人呢 公子 滚 滚 你怎么会在这儿 而且 你身上为什么那么多疤 这不重要 你确定那蒙面头目 大腿上真的有牙印 对啊 我亲眼看到去溜云咬的 要不我怎么会一个人来南澡堂 那个位置大概就在这里 不对 好像是 是 你不信我 你等我一下 请问有没有看到过一个身穿蓝色衣服 脸上有伤的姑娘 没见过 姑娘 请问你有看到过一个 没有没有 那碗糖水 好嘞 托儿 明明是你说要找蓝鹊 现在又是你坐在这边喝糖水 几个意思啊 累了一天啊 远点呢 这个不错 对对对 赶紧找到人 还要准备过两天的冰人宴呢 人肯定是要找的 但按你这种方法找啊 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我们需要找那种 一天到晚都在街上溜达 然后消息还灵通的人 比如说 包打听说的就是这里啊 师父 小心行事 躲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 难怪不好找 好 颜天姑娘 不要躲了 我们是来帮你的 小子媳妇 师父 你没事吧 快来人 救命 师父不要乱动 抓住笼子 紧来保住呼吸 要是人在外面 或许能打开这天啊 我不会水 你现在身在里面 师父就全力 你干什么 爸宝师父啊 做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师父你听我说 我的脚被卡住了 水再这么涨下去 咱们就都完了 我拖着你 抓住铁笼 再坚持一下 或许能等到有人来救你吧 他到哪里了 我帮你再干 左脚还是右脚 都没受伤 不会水 不要下去 而且 而且 那不一定会有事的 不行 我得下去帮你解开 师父 放开我 师父 闻人静 放开我 你看着我 我过身一人十几年了 自以为潇洒自咬 在遇到你之后 才觉得这些年轻是那么无趣 今日过后 也算是在李心里画上一笔 往后 你要是嫁人了 也不可能忘了我 我就是这种自私的人 你闭起来 你闭起来 你起来 你起来 我都奔战人间满山起 还是你 若我能牵你了手 转身回望 还是好风景 忽而他遇见你多好迷 可以撑着你 可以撑着你 留于此地 别忘了我 左脚 左脚 你起来 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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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来人 他就是我们 放进去 师父 你喜欢我吗 我 我当然喜欢你啊 我终于明白 师父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好 你的心里一直都有我 是不是 你 姓风的 姓鹿的 有准给我来 废话少说 走 走看你不顺眼了 喂 陆天香 你别伤了 我脱啊 走 别老绷着个脸 你看这么多灯 多有意思啊 开心一点嘛 咱们回家看油灯 更有意思 师傅 你看有趣吗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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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要去哪儿 去找松轨没拿印件啊 拉林姑娘说 让你好好休息 印件她去拿 你就别去了 她怎么也没和我说一声 好 上次吃酒被吕管家打扰了 不如咱们再去一次 走 好 徒儿你是第一次来平洋吗 那我可要带你好好逛逛 姑娘看看吧 新到的花色 徒儿快过来啊 这批不颜色好趁你 我买来送你吧 谢谢你上次的救命之恩 那就要这一批 好 这些定金 给我送到博清馆府上 好的 徒儿 师傅给你买杯花糕吃 徒儿 你今日一直郁郁寡欢 此刻终于开心了 老师 再来啊 谁终于确认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 你 师傅去过西国吗 愿不愿意 一会一起去逛逛 我要是直接将你带走 会不会你此生 便不用受情度之苦了